橫跨了第五波疫情 張敬軒紅館演唱會 這晚來到尾場 不少藝人也有來捧場 當中包括軒仔視為恩師的陳潔玲 陳山聰、詠儀、曾樂彤、惠斯瓦 周嘉儀、霍啟江、霍啟山 還有唱片公司老闆楊壽成 我這麼大的兒子 從節出涼胎那天到今時今日為止 都不敢想自己可以開超過25場的演唱會 今晚你們給了20場 而今晚最值得紀念的 今晚的演唱會是我的人生當中 剛好第五十場的紅磡 在這裡獎勵演唱會 26場演唱會邀請了近40位嘉賓 來到尾場 軒仔說每次開演唱會 都不能缺少這個人 他們除了是靈魂相認的朋友 還是出生入死的拍檔 他就是軒仔過去20年演藝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黃苑之 Evana還送了一份催淚禮物給軒仔 我寫了一封信給你們 你想你讀的嗎 好像你讀會全神一點 沒見面的日子 我和你和很多人一樣 都在很努力地追尋自己的夢想 有時候很困難的 但是沒想到放棄 因為放棄了就會成為定谷 你不要來 我讀不到的 幾年前我們在同一個地方 你問我 如果學一輩 結束不回我 那怎麼辦呢 你弄了那首歌 很多高音的你不要來 我怕你不記得 所以我現在再回答你一次 我會不會找到你 我願意來這裡 我願意你 我願意你 你知道我自己 說 otherwise 我願意我 你做得跟Evana的信 想像我 我願意你 我感受得很困難 我這麼長的兒子沒試過… 失手? 不是,我這麼長的兒子沒試過 一瞬間就… 我好像很噁心 你的樣子是… 突然變成… 很醜,但沒辦法,他… 我跟他有太多 大家一起經歷、一起相處的片段 真的 對,父湯道火,出生入死 因為我們這麼多年一起 特別是我們以前和一間公司的時候 走南闖北 你想像到的,想像不到的都遇過 兩個人在下一個飯盒又試過 接著被一些社團人士 協馳在房間裡找了一萬 又試過,什麼都試過 所以是很不同的 煙仔說每場都會當尾場去唱 來到真正的尾場 他就說連聲帶都比觀眾唱到盡 他果然不是順口之王 唱到凌晨1時15分才完場 破了紅館有史以來最夜緣秀的紀錄 未計美場 煙仔這次過唱 已經被罰款過百萬 當然我們大家都有少少 預料今晚是12時9時左右 但沒想過過了1時 因為紅館的歷史 好像最夜都是1時中 我們今天點3時 你敢說創新舉 創這個高峰 我怕紅館封殺 不會的 不,下次早開 下次7時中 6時半 千年 你有沒有計算過你結束的時間 能否開到多一場 開到多一到兩場 我想 因為我們真的由第一場 就開始4結束了 然後中間又有週末 又有5結束了 這樣吧 我覺得只要不阻擋紅館的同事 以及我們自己工程的同事 其實我是很願意唱的 我真的很願意唱 因為他們太可愛了